控制上火势熊熊 一辆机车及两辆停放在车库里的汽车全面燃烧 看了让人心惊 猛烈的大火一度还颇及一旁的民宅 还好三个人紧急被疏散 消防人员在十分钟左右就控制火势 不过轿车及机车都已烧得面目全非 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机车烧得差不多 然后延烧过去 我们车子那里的 然后我想要去把车子开出来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当下就打电话到处 火势是发生在21号傍晚5点多 台南市六甲区仁爱街49巷里的机车 突然起火燃烧 还好没有造成伤亡 然而消防人员清理火场时赫然发现 其中一辆轿车的油箱盖竟然是开启的 到底车子的油箱盖为何会打开 警方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 目前已全面展开调查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